来了一台天外来客 好高级哦 自动开门 踩刹车 自动关门 关键是这是一台好新的车 才63公里 然后膜都没有丝 所以来改一个沉浸式丝膜 全新的i5Z 这个车其实我们当时有考虑过要买的 真的有考虑过 但是觉得这车也不便宜 六十几万 买回来有点小众 可能关注的人不是那么多 所以就没有买它 来 停一下 漂亮 这个 啊 漂亮 啊 漂亮 这里还有 这个屏幕已经被人撕了 屏幕被人撕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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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轻触式的车窗 好 先不撕完 这里还有一个 OK 这个车有一些细节是真的与众不同 你看 方向盘内在这一圈 有点紫色绿色 转动的时候 它会随光 会变色的 你看 漂亮 它的这个 座椅旁边有一些绿色的发光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 剪点 剪点曝光 看得见吗 不容易看见 绿色发光 在里面 你看放一点绿色看到吗 然后面 后面 后面这个 这个车厢 氛围 你看 漂亮 真漂亮啊 这车 这车最特别的是它这个屏幕呢 你看看它后面 哇 几根轴 看嘛 像个机器人一样 它这个屏幕是可以很多角度的调整的 而且调整很顺滑的 比如说我在调这个座椅的时候 你看我先把座椅调前一点 调前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我在调座椅 座椅往前调的时候 这个屏幕也在慢慢的 丝滑的这样朝向我 然后我把座椅往后调的时候 你看我现在把座椅往后调 这个屏幕也在动的 嗯 就很小很小的角度在动 所以它确保我 无论是做前做后 做高做低 它这个屏幕都是在一个 最正面朝向你的角度 当然副驾上来 它也可以瞬间朝向副驾 Hi-Fi GO 我来了 朝向副驾 没问题 Hi-Fi GO 面向我 好的 嘿嘿 好玩哦 找了一段车很少的路 来试这个车的操控 还有一路开过来的高速 这个车的开的感觉太棒了 首先它这个驾驶模式 切换是直接用这个拨片 左右两边 你看一按就有这个舒适运动 然后这部车最牛是什么 就是它直接用舒适模式 它的底盘就已经好的 让你觉得它可以做一切事情 它滤震非常非常好 过减速带或者说那种细微的滤震 很干净很高级 然后这部车就算是舒适模式 它的车身姿态控制都特别特别好 高速很高速的时候 高速变到非常稳 非常稳 那个姿态真的非常稳 就它没有那种晃动的 然后它的运动模式 如果你真要用运动模式 基本上就是跑赛道用的很紧绷 我之前在北京京港 我也在赛道上测试过这个车 运动模式就能跑赛道 日常就舒适模式就行了 甚至经济模式 这个车都可以上到很快的速度 然后这个底盘真的好 真的是好 我觉得这个底盘不是说百万级 这个底盘是超百万级的 超过一百万的车 才有这种底盘的表现 调的真好 真心的好 又有四轮转向 所以开起来又很灵巧的感觉 转向的手感很好 一点都不虚无 真要挑剔的就是那个刹车 刹车踏板在低速的时候 时速60公里以下 稍微这个刹车踏板踩下去 感觉会有点虚无 但是超过80公里 100多的时候踩下这个刹车 非常扎实的感觉 比例感线性度都非常好 然后还有你看 这车的这个社交属性 是吧 漂亮的感觉 车门这样打开之后 你看这种感觉 刚才我拿这个车接我老婆 我老婆一看这个后门 是这样开的 她立马就坐后座去了 她都不坐我边上 坐上来之后 这个座椅 这个坐姿是有点低的 它在后座上的时候 脚也没有办法放在前面的座位底下 所以后面这个地台感觉有点高 这膝盖会被这样抬起来 但这些都不重要 我觉得都不重要 你看车门是这样开的 这样开 这样开 很酷吧 然后这样关 然后前面很漂亮 好了 就很简单的 我也是只是用了半个小时来开一开这个车 这个车之间我在赛道开过 这回这台量产车 在我们的日常道路上再开了一下 在我熟悉的道路上开了一下 印证了这个Hyper Z 它这个底盘真的调的好 这台车我觉得真正是中国目前电动车 最好的机械工底应该就是它了 我觉得比路特斯的那台SUV 就路特斯的那个Electric 它的底盘的质感 这台车质感还要更好 因为这台车它底盘在日常 它不会说有那种 像超跑一样的很多的细碎震动 路特斯它是很精良 操控非常好 但是它有细碎震动 而这台车是有高级感的 没有什么细碎震动 同时你要开快的时候 它的功力又非常非常好 所以棒 这个车六十几万真心不贵 我觉得这个车卖六十几万 其实真的是不贵 产品力是真的到这 当然了也有东西挑剔的 你看我刚才不是说 我们这个车一台四驾车 拿过来才多少 才六十几公里 你看我现在开到85公里了 但是我发现这个座椅 这里有点异响 应该是安全带扣 系上安全带的时候 这个车我开得很快的时候 有点抛跳的时候 这里有点嘎吱嘎吱的异响 其他就没有了 其他真的是好开 好看好开的车 我喜欢的 最后看一下这个车机的反应 这个车机 其实还是很好用的 很好用的 反应非常快 非常快 你看 非常非常快 然后这些空调 这些调节都很方便 这个UI设计的很好 你看这是解锁 这边是音量 都很方便 而且这个反应是真快 你看这个弹出来的反应 你完全不会觉得这个车有什么落后的地方 当然今天这个车 这个辅助驾驶 我是打不开的 应该是还没有开通 这个是目前这个车最大的短板了 你这台车这么漂亮外观 这么科技的外形 这么强的底盘功力 如果它的辅助驾驶做到业内顶流水平 那我觉得这个车就完美了 怎么才要顶流水平 直接把华为那道东西装上来就好了 我据说 反过来说 据说阿维塔那套华为的自驾 所有东西加起来 应该装车价钱 装车成本是在10万左右 有一些业内人是别的品牌告诉我的 那这个Hi-Fi Z这台车 本身就卖六七十万了 再加个10万 把华为的那套自驾放到这个车上来 那就完美了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的 华为那套东西 它要控制整个车的很多东西的 所以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像高和这种品牌 它如果自己做自驾做不了的话 没有那么强大实力的话 不妨把自驾就委托出去 用华为的方案什么的 然后它自己做底盘调校 做设计 就做成现在这个车这样 真心棒 非常好 下大雨了 刚才回程的时候 又开了一段 开的比较快一点的 我发现这个车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时速去到120 再打上一点的时候 风罩就开始起来了 可能跟它方正的造型有关系 一直整个风罩会笼罩车顶 但是你再往上 上到很上很上的速度 风罩也没有说很大 这是风罩的一个缺点 但其他地方哪哪都是优点 转向手感非常好 变道的时候车身的姿态非常平稳 底盘在那种大抛跳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安稳 特别的从容淡定 然后我特别喜欢是它这个电门 这个电门的响应真心好 就算你放在舒适模式 放舒适模式的时候 它那个电门都是充满了比例感的 然后放在运动模式的时候 它动力来的快 但是它不突兀 快的来 那个动力还是很线性的渐进的建立 所以开这个车你随时 无论你的脚快慢踩这个电门 你都能随时掌控得到 它那个动力有多少的输出 这就是这台车它厉害的地方 就它在这个驾驶性的这个部分 我们说驾驶性 驾驶性是什么 就是关于驾驶的性能 不只是性能 包括很多的感受方面 这车做的是真心好的 就由此我一想到一个事 就很多人说 你看这个品牌设计做的花里胡哨 他肯定不好好做三大件 谁告诉你设计花里胡哨 他就不能把三大件做好呢 高和这个品牌设计就是花里胡哨 但是它在驾驶性这些方面 它做的就是真心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是真好 我现在脑子里只涌现出两个车 一个路特斯的Electric 一个就是这台高和Hi-Fi Z 这两个车是我目前开过的电车里头 底盘驾驶性总体做的最好的 应该说最有驾驶乐趣的电车 当然有些什么电超跑那些不算 但是就我们买得到的 有实用性的车里头 这两台车是非常非常棒的 但是我觉得这台Hi-Fi Z 它比Electric还要更棒 Electric那个是跑车底盘 舒适性不行 但是操控性非常棒 而这台Hi-Fi Z 它是一个建立在高级感基础上 再去营造顶流的操控感 所以这个车三大件驾驶性 真的是做的棒 非常好 我服 服的 大家喜欢这样的小车评的话 可以给我鼓励鼓励 以后都拍这样的小车评 因为拍大车评真的挺花时间的 但像这样的小试车 其实我自己每天都做 所以可以跟大家多分享